黑海舰队严重受创 俄海军总司令要被免指 乌克兰恐怕笑不出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海军总司令被传免指 俄军陷入麻烦 损失触目惊心 乌军麻烦上门 关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要被截止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俄罗斯这边又传来一个重大人事变动 3月10号 据俄罗斯消息报 风唐卡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 叶弗梅诺夫已经被截止 目前海军总司令的职位由原来的北方舰队司令亚历山达 莫伊谢耶夫担任 据俄美所说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国防部官网显示海军总司令仍然是叶弗梅诺夫 但俄海军高层内部已经形成明确意见 叶弗梅诺夫已经告别海军总司令的职位 对于这一消息 克里姆林公方面拒绝置评 只是说关于此事没有公开政令 关于这个传闻 我觉得属实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是叶弗梅诺夫在领导俄罗斯海军的五年期间 积极推进了舰队的现代化进程 外界说他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是在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两年 俄罗斯海军的表现太糟糕 尤其是黑海舰队 两年时间 黑海舰队损失了至少十艘舰船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虽然说这个损失跟叶弗梅诺夫个人的关系不大 但是他作为海军的一把手 黑海舰队遭受这样的重创 他不可能不负任何责任 受到千人被截止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如果说叶弗梅诺夫因为黑海舰队的事情被截止 那我相信黑海舰队的司令 以及其他相应的官员也会被追责 不会单单针对他一个人 所以这事是真是假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黑海舰队的人事变动来观察 如果叶弗梅诺夫被截止的事情为真 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麻烦事 说明俄罗斯对黑海舰队的处境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只能通过更换一把手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事根本就不是换领导能够解决的 说到底要么把奥德萨拿下 让乌克兰彻底成为内陆国 要么强化海军军功能力的打造 强化海军现代化作战体系 那么对乌克兰来说 俄罗斯遇到了这个麻烦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吗 也不近人 看到这个消息 泽连斯基恐怕也笑不出来 因为乌克兰遇到的麻烦更大 虽然说俄罗斯在黑海遇到了困境 但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地面战争中 俄军优势非常明显 近期虽然时不时还有乌克兰对俄罗斯 发起越境袭击的消息 但是随着战线向西推移 乌军发动类似打击的成本越来越高 比如说在几天前的一次空袭中 乌军一天之内损失了一架米格29战机 197架无人机 以及树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乌军的损失同样触目惊心 另外据俄罗斯某强力部门透露出来的消息 乌克兰武装力量 精锐部队的指挥官和战士 对国家军事领导层的调整感到不满 部分思想激进的战士正在讨论如何推翻泽雷斯基 山羽欲来丰满楼 对泽雷斯基来说 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时间里 麻烦才刚刚开始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